俄乌戰爭今天正式屆滿一週年 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他堅信烏克蘭總將獲得勝利 同時他也希望能夠和北京來進行會談 另外連接俄羅斯與克里米亞半島的 克里米亞大橋也選在戰爭週年前夕 宣布全線通車 這似乎具有學識意味 去年5月淪陷的烏克蘭南部戰略港式馬利波 當地的俄軍目標起臉被炸 傳出烏軍可能已經開始動用 由美國增援射程可達150公里的 陸射小直徑炸彈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24號滿一週年 連接俄羅斯以及克里米亞半島的 克里米亞大橋全線通車 克里米亞大橋在去年10月爆炸 造成了部分橋面坍塌 這座橋對俄羅斯來說 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選在這時通車似乎具有宣誓的意味 烏克蘭總統澤文斯基也發表談話 強調有信心戰勝俄軍 同時也希望能跟北京進行會談 戰爭中年前新聯合國大會 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草案 再次要求俄羅斯撤軍並停止戰爭 法國的地標艾菲爾鐵塔 也點亮了黃藍闢色的燈光 支持烏克蘭對抗侵略者 俄羅斯駐英國道士管弦的馬路 則是遭到了油漆圖成了 烏克蘭國旗色抗議俄羅斯的入侵行為 大陸外交部網站也提出了 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12點立場 包括封重各國的主權 並棄冷戰思維 停火指戰啟動核彈 以及停止單邊制裁等 並提出減少戰略的風險 強調核武器用不得 核戰爭打不得 應該反對使用或是威脅使用核武器 記者 綜合不得